董事長特別叮嘱 希望能夠請總院長親自 來為我們的師生 對一場精彩的演講 我們很期望 未來在學校在專業人才的培育當中 能夠突破我們今天 所有的大專院校 在護理專業當中的培育 走上智慧照顧 而延榮醫院可以說是在這個當中的頂尖中的頂尖 所以我們看重點 看病人的重點不是看病人是看人 所以我們很多以病人為重點 叫Patient Center的概念 比如說我們在服務商不是從門口 但從路口就要開始服務 我們在裡面做很多改善 包括救命中間整個室的空間 跟人氣化的流程 我剛剛講 我們那個情傷停掉九分鐘 為什麼可以救起來 就是生命之鑛的概念 什麼意思呢 病人到檢視 檢視進到我們院來以後 急診到心臟管到IQ都開到 他的每一個東西的輸送都三十秒鐘 我們透過這個micromatics這個平台 然後可以去及時的提醒說 他有兩道關卡 包括醫生的關卡跟這個 系統的關卡 去過濾你的藥有沒有問題 提升用藥的安全 我來到看到大家非常的活潑 大家非常的展現出那種活力 那我就覺得看到未來的希望 那所以我今天也在這個 剛剛在會場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們在醫院的經營的理念 一些點滴 那我覺得有機會 大家都會到圓榮來 我會再一次的 更 多的細節跟大家分享 那我希望說大家 也是理會人也是圓榮人 那我們的其實 不管是辦校不管是我們在 志願的理念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希望說能夠用 專業愛心 事病遊行這樣的核心價值 來推動我們的醫療服務 那我希望大家 現在 就可以把圓榮當作是你的 假 所以你在 有空檔的時候 有寒暑假的時候 有希望就可以到我們院來 大家 這個來這邊 熟悉一下環境來走走 那希望 我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一個分享就是說 我希望我們不是只有找到人力 我們希望找到人才 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能夠凝聚人心 所以從人力到人才到人心 我希望大家都 跟我們變成一家人 我們大家一條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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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